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中央气象局的这一个发布了长浪的即时讯息 所以呢 台湾的尤其东半部的海面 要特别注意长浪 那避免在海边的活动受到浪高的影响 这两天终于下雨了 就如同之前的预测一样 封面来报道 所以呢 昨天下午开始呢 就包括了北中南地区都有一些雨水的进涨 当然 其实雨水量其实并不多啦 苗栗跟台中大概将近20毫米 然后台南最多 台南的东山区大概有50毫米 但总是不无小不 不过今天跟明天呢 算是空档 礼拜三 礼拜四又会有一波封面来报道 所以呢 今明两天呢 虽然人就有降雨的几率 尤其是南部地区的山区 可能会有午后短暂雷震雨的机会 不过整体来说呢 那么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要等到礼拜三 礼拜四 现在看起来周三周四的这个雨势会比较大一点 好 今天呢 北部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雨 降的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 中部地区多云 降的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8度 南部地区阴短暂雨 降雨几率是60%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6度 东部地区多云 降的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 澎湖地区多云 降的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6度 那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因为降雨的关系 云量增多的关系 所以各地的高温 大概都在26度左右 中部虽然比较高一点 大概只有28度左右 所以今天算是降雨 而温度上面偏舒适的一天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是22度 台中高雄澎湖23度 台南24度 宜兰花莲20度 台东21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都是上涨的 道群工业指数上涨了227点 刷盘指数是34043点 涨幅0.67% 纳斯达克上涨了198点 刷盘指数是14016点 涨幅1.44% ACMP指数上涨了45点 刷盘指数是4180点 涨幅1.09% 费城半导体 则是大涨了63.81点 刷盘指数是3196.98点 涨幅2.04% 好 四大指数全数上涨 摆脱了上个礼拜呢 传出拜登要加增 这个富人的资本利得税 这件事情呢 让市场呢 那么先暂时的摆脱 但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有 这件事情呢 目前看起来 这个礼拜四 拜登呢 所公布的 重建美国未来 然后呢 这个尤其是 这个家庭计划 美好家庭计划当中呢 看起来 应该是会有加增 资本利得税 这个部分 那现在市场呢 在上个礼拜四呢 大跌 上个礼拜五呢 这个反弹 那么先暂时摆脱 这样的一个压力 好 科技的五大天王呢 全数上涨 苹果上涨了1.8% 脸书上涨了1.55% 而这个Alphabet 上涨了2.1% 那么亚马逊上涨了0.96% 微软上涨了1.55% 而至于在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除了中华电信小跌之外呢 其他的三家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 都是大涨的 那么台积电大涨了2.86% 月光大涨了4.67% 连电的涨幅更是剧烈 大涨了9.48% 而中华电信则下跌了0.049%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纽约油油期货价格上涨了71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2.14美元 涨幅1.16%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71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6.11美元 涨幅1.09% 而价格黄豆期货还在上涨 上涨了1.75美分 美普社是1516美分 涨幅0.12% 黄金的部分呢则是拉回整理 那么小跌了4.2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77.80美元 跌幅0.24% 而铜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0.063美元 也就是6.3美分 那么每盎司的报价呢 上涨了1.47% 这个呢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格 那么铜呢是基本金属最重要的其中的一项 那么铜的价格来到了9年半以来的新高 也都凸显出现在呢 整个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好那么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连续的拉回修正 下跌了0.5个百分点 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 都是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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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跌破了91的关卡 来到90.808 创下了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准 好美股是大涨的 但是欧股呢 反而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是小跌的英国金融事报百分比较指数 那么是近乎平盘小涨0.32点 不过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就下跌了9点 跌幅0.15%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了40点 跌幅0.27% 好接着呢回到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美股的走势呢 这个礼拜看起来呢 有三件事情值得关注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超级财报周 很多的科技公司包括了像 微软啦阿发贝达特斯拉啦 苹果啦亚马逊啦 这个礼拜呢都会公布财报 好那么另外呢则是美国联准会 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呢 要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那么会一般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不过市场还是非常关心 联准会对于现在通货膨胀的隐忧 未来他的路径究竟是货币 货币整个政策哦 就是如果说要走到升息 这整个路径他的考量 以及如何的观察他的货币政策 未来将是宽松 或者是慢慢的走向中立 甚至于紧缩 那么第三个焦点就是呢 拜登 拜登预计台北时间的28号 也就是礼拜四的这个上午 对不起礼拜28号 美国时间的28号 台北时间的29号的上午呢 那么要发表演说 公布他的美国家庭计划 那这里面呢 因为整个总规模一兆美元 可能会有这个加税 就是这里面是资本利得税 这里面值得关注哦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欧的PMI指数 那么IHS Market公司 他在每个礼拜的2324号呢 都会先公布当月份的 这个初估值 PMI的初估值 而到了隔月的1号的时候呢 再把确定值公布 所以呢初估值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好那么根据呢 Market公司所公布的 这个四月份 美欧的这个景气 就PMI采扣进人指数的 最领先指标 PMI指数呢 那么这个美欧的PMI 都是强劲扩张的 我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四月份的采扣进人指数 综合指数呢 是62.2突破了60 不但是在景气融固线50之上 而且呢 是拉得很高的62.2 这里面呢 制造业呢 是从59.1上升到60.6 而服务业的部分呢 更是狂升到63.1 这三项数据都创了2009年呢 Market公司在美国的调查以来的 最高数值 而在欧元区的部分呢 也同样强劲 综合采扣进人指数呢 是从53.2上升到53.7 9个月来的新高点 制造业仍旧强劲 不过呢 在欧洲欧元区 原本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疲弱的服务业 也上升到了50之上 来到50.3 那么重新站在融库线之上 而且是8个月来的新高 所以呢 欧元区现在的经济情势 看起来有明显的好转 因为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都已经来到了扩张值以上 当然这也担心呢 可能会不会有这一个通膨的疑虑 因为呢 黄小玉 黄豆小麦玉米呢 的期货在上个礼拜的涨幅都达到了5%以上 这里面呢 黄豆 这个一周的期货呢 是上涨了5.6% 小麦上涨了8.6% 玉米一周也涨了7% 黄豆油更是涨了9.4% 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通膨引优是越来越明显了 好那么 那么至于呢 美股当中呢 究竟是涨是跌 那么根据巴龙周刊呢 他去调查了152位的基因经理人呢 去调查他们对于未来美国股市的看法 67%的受访者看好未来一年的美股会上涨 25%中立 看空的只有7% 跟半年前所做的调查 明显那么基因经理人对于未来的看法 仍旧是相当的乐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三月底的时候呢 所做的调查 那个时候呢 这些这个基因经理人预测呢 平均来看的话 美股未来一年应该还可以有5%的涨幅 但是从三月下旬以来到现在 涨幅已经超过5%了 好所以呢 现在反而看到的是 有四家投资银行 包括了德意志银行 美国银行 高盛还有摩根斯坦利呢 都提出了看淡未来美国股市的看法 那么德意志银行呢 认为因为美国经济成长会趋缓 让美国标普 估计未来一年会跌10% 美国银行呢 则预测到年底之前会跌8% 而高盛则认为 经济在第二季的成长达到了顶峰之后 开始下滑 也会拖累股市 而摩根斯坦利认为 美股在短期之内 应该会下滑 拉回整理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人 跟投资银行呢 对美股的未来的看法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不过疫情呢 其实在亚洲还没有真正的消退 那么日本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正式宣布礼拜天开始 也就昨天开始呢 包括了东京都 大阪 京都 跟兵库县 四个地方呢 再度的进入紧急状态 为期只有17天 不过呢 可能这中间涵盖的是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 所以呢 估计会对于日本的经济复苏呢 再产生负面的影响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俄罗斯为了阻止卢布的这个贬值呢 那么再生息两码 好 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央行呢 那么把基准利率再调升两码 主要应对的 其实是因为呢 这个美国呢 对于俄罗斯呢 展开新的制裁 那么要求所有的美国金融机构呢 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购买美国的债券 使得美国的这个包括债券的价格下跌 值率往上升 而美国的卢布呢 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呢 也贬值 好 所以俄罗斯的 虽然它的经济不错 但是呢 它的这一个这个货币呢 人就不断的在贬值 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 比特币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受到了美国可能会科增 富人税的冲击 或者是因为比特币 就是涨太多了 拉回整理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 跌破 一度曾经跌破了四万八千美元 好 不过现在呢 在CoinDex上面的报价呢 一块比特币是四万八千九百一十二美元 不过呢 跟这个之前的五万五五万八 比起来呢 跌幅也超过了百分之十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的对抗 虽然非常的严峻 但是呢 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公司 新创公司到美国上市IPO 就首次上市的发行股票的IPO的这个加速呢 那么是比是去年的这个两倍 两倍多 而它的募资金额呢 反而是去年的八倍 已经筹资了66亿美元 今年呢 估计整个加速啊 就第一季已经有20加 估计全年会突破70加 而创历史新高 好 所以呢 中资企业赴美上市呢 仍旧是热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 有很多的新型的企业 其实它现在都已经到达了成熟期 而这一些新创公司呢 它当初的这个股东当中 有很多是美国资金 所以他们希望是在美国上市 对于他们的资金调度是比较方便的 好 所以呢 虽然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极为的紧张 但是呢 中资企业到美国上市的热潮 仍旧没有减少 好 另外我们看到呢 即将进入五一的黄金周 那么现在呢 中国大陆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来看的话呢 那么消费者的成长 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力道呢 成长不如预期 所以呢 那么现在大陆商务部呢 那么推出了五一黄金周的 整个的促销月的活动 跟去年在黄金周的时候 希望大家待在家里 刚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陆港股 上个礼拜呢 虽然美股礼拜四大跌 但是陆港股呢 亚洲股市除了日本之外 全数都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大小涨了69点 涨幅0.26% 来到了3474点 而深圳城市上涨了142点 刷盘指数14351点 涨幅1%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323点 刷盘指数29078点 涨幅1.12%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虽然在台股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因为上个礼拜五 因为上个礼拜四 美股下跌 台北股市呢 一度受到冲击 但很快的市场开始 这个思考 如果美国要磕富人税 要磕资本利得税加倍的话 那么是不是把资金 会赶到亚洲 如果赶到亚洲的话 那台股市 今年以来 这个所有主要股市当中 涨幅最大的 所以呢 就使得台北股市开低 然后最后震荡走高 收盘的时候 大涨了203点 收盘指数17300点 涨幅1.19% 而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外资呢 重返大买台积电 买了9179张 使得台积电的股价 重返600元 那么盘面上面的重点 也从产产又回到了部分的电子 然后至于在基本面的部分呢 进一步统计处呢 公布三月份的批发零售 还有这个包括了餐饮 通通都创历年同期的新高记录 休息一下 马上